在台湾 总统蔡英文接受路透专访 被解读为不排除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化 总统府发言人表示 蔡英文是回答社方所提的假设性提问 被动回应不排除 现阶段没有这样的规划 时隔一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白宫接受路透访问时也被问到相关问题 特朗普提到 大陆正努力帮忙遏制朝鲜 我已经跟习主席建立非常好的私人关系 我真的觉得他在尽全力 帮我们处理一个重大情况 所以我现在不想为他制造困难 我想他正进行领导人所单为的令人惊艳的事 我不会去想做任何会为他添麻烦的事 所以我当然会先跟他谈话 丹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助理教授黄介正分析 两个专访摆在一起看 蔡英文的专访没有加分 目前台海没有冲突 如果暂时大家都不急 台湾也该沉住气 现在最严肃的问题是朝鲜半岛问题 不是台湾问题 美国现在逐步的在对北京加压 希望中国大陆能够使更多的力量来处理 或压制北韩 那么所以美中现在合作是迫在眉睫 而且至关重要 会不会这个访谈 让美国感觉到有一点 这个不是特别的感到适切 针对蔡英文对习近平喊话 希望北京拿出大国领袖风范 大陆面对与台湾的关系上 应该有新的不一样的思考 黄介正则认为 希望北京先让 然后我再看看 而不是要我们先让 两岸本来就很困难 现在又不是紧要的议题 所以北京会不会接球 后面怎么做 我相信这个局面 并不会因为这次访谈 就马上往好的方向去转 据大陆党媒环球时报社评 则对蔡英文释出 台湾预购买F-35展现强硬立场 大陆军机军舰越过所谓海峡中线 军机飞越台湾的倡议 一直没有得到落实 如果F-35入台 就有了那样做的更充分理由 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 施孝伟认为 有了F-35将为台湾防控战力 大幅提升 但是台湾争取难度不小 施孝伟分析 除了F-35本身科技层级相当高 出售给台湾问题不小 此外 台湾在防卫预算 捉襟建筑 就算买得起数量恐怕也有限 最后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台北报道 非常好看的 放松 适用 军机飞越台湾味